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猴哥财经 今天是9月17日星期二 美股今日收盘涨跌不一 道指与标普均创下盘中历史新高 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0.04 标普500涨0.03 纳斯达克涨0.2 本周市场最关注的就是美美储 从今天开始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明天他们将在下午公布会议结果 市场目前预计 美联储将正式开启降息周期 所以本周的降息行动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许多投资者希望 这可以降低公司的借贷成本 并提高整体的利润 最重要的就是及时的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以防经济衰退的发生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中 市场的预期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CME最新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市场预计 降息50个基点是大概率事件 达到了63% 而降25个基点的概率为37% 那要知道就在不到一周前的时候 当时市场还依然普遍认为 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 50个基点的概率几乎只有20%左右 所以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市场从25个基点的大概率事件 走向了50个基点的大概率事件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市场现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头绪 几乎是在猜测美联储会怎么样做 那在过去几年中这是非常少发生的 在大部分情况下 鲍威尔或者美联储其他官员们 为了不给市场带来惊喜或者惊吓 都在会议之前 在不同的场合中发言提前透露 美联储政策的方向 但在本次会议前 美联储的官员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方向 这或许也能够说明 美联储的内部现在也依然左右为难 所以市场完全是通过最近的经济数据 来做出一个猜测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更能够看到本次会议的独特性 自2008年以来 美联储一直遵循80%以上的共识概率 这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6年里 在美联储会议的当周 美联储期货的定价始终有80%以上的概率 而美联储最终也都会兑现债券市场的预期 而这一次正是16年以来首次 市场在会议的当周 对某一个决定的预期没有达到80%以上 虽然现在降息50个基点是大概率事件 但也只有63%比5050高不了多少 而且我们现在距离降息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所以换句话来说 现在来看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这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也的确非常罕见 美联储之前都会在会议前释放信号 正是为了不要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 那因为这次他们没有这样做 所以很有可能在本周引起市场的大幅震荡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 您认为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 那现在美联储的成员们已经进入了会议召开前的静默期 我们不会得到新的信息 不过今天发布的零售数据还是影响了市场的判断 8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意外的好于预期 8月未经通胀调整的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了0.1 而市场的预期本来是下降0.2 这也直接反映出消费者的信心依然强劲 虽然是未经通胀调整的 但理论上高涨的生活成本应该会迫使家庭减少总消费金额 但目前这依然没有发生 消费者还在顶着很高的信用卡债务 继续消费 尤其是报告还显示 所谓的对照组零售销售额 更是在8月份环比增长了0.3 那该数据不包括食品服务 汽车经销商 建筑材料商店和加油站的消费 并且它是被用于计算GDP中的消费者支出组成部分 所以这也进一步支持了稳定的GDP增长 也正因为市场今天再次看到了强劲的经济数据 降息50个基点的紧迫性有所下降 昨天降50基点的概率一度升至70% 但今天有所回落 不过依然高于60% 但如果美联储选择降息50个基点 这举动会释放出关键信号 因为投资者会认为 此举说明美联储对经济衰退的担忧程度 远比其先前暗示的要高得多 这会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那想必朋友们现在都有一个疑问就是 如果降息50个基点 美股是否会大幅下跌 的确现在市场中很多分析师是这样看的 几乎形成了一个主流观点 但我个人并不觉得如此 当然试图猜测美联储会怎么做完全是赌博 所以期待明天被迅速打脸 但主要说一下我自己的逻辑 美股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完全取决于美联储如何传达降息的决定 以及选择降息50个基点的理由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本次会议不仅会有最新的利率决策 美联储还会发布最新的季度经济展望 也就是包含了对未来利率路径判断的点阵图 如果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 并且重申这是为了维持经济的软着陆 同时高速放缓的通胀 也给了他们降息50个基点的空间 而且点阵图也显示 降息的总幅度和市场预期是一致的 降50个基点只是为了追赶其他国家的降息周期 那如果这是最终的结果 它对股市的影响会是积极的 当然也不排除出现Sell the News的事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股市会保持稳定 最多也只是小幅下跌 但如果美联储强调 降息50个基点 是因为看到经济有了严重放缓的信号 或者担心经济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 或者点阵图显示 美联储预期降息周期的总幅度 远远大于市场的预期 那在这种情况下 股市会出现大幅度的抛售 因为更大幅度的降息 虽然说会更加有利于刺激经济 但反面说明了美联储预计美国经济会出现大幅度的衰退 而这是市场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那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 也要提醒朋友们 富途木木美港股平台在加拿大开启了全新的活动 现在只要开通账户 就送最高价值2000加元的美用卡 入金1000加币 还可以立即领取100加币的现金券 入金2000可以获得200的现金券 此外 美国地区的信用户 入金100美元可获得5只免费股票 入金1000美元可再获得10只 也就是一共可以得到15只 并且每只最高价值为2000美元 闲钱还可以同时领取8.1%APY的利息 同时其他地区包括香港 新加坡和澳洲的观众 也都有入金活动 此外还要提醒会员朋友们 最新的会员视频也刚刚更新了 美联储即将开始降息周期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讨论了 在降息开始以后 哪些股票会因此受益 另外内部交易汇总和大V建国汇总也都更新了 我们总结并筛选了各大企业内部人士 大量增持的股票 以及华尔街最准的大佬们强力推荐的股票 最后会员们关于市场 个股或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深度分析 然后给您一个全面的答复 以及详细的操作建议 我会把加入会员圈和零股票的连接 放在介绍栏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 让我们实惠正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短短一周的时间内 降息50个几点的事件突然成为了大概率事件呢 这一切还是要从上周的CPI数据说起 在上周发布的8月通胀数据略低于市场预期 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CPI为3.2% 但总体通胀率为2.5%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2.6% 并且也低于上一个月的2.9% 那通货膨胀的计算方法 是删除前12个月周期中的最早一个月 并用最新一个月的环比变化来替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8月0.5%的数据被替代 加进来的是今年7月的0.2% 所以这也就导致总体通胀率下降了0.4% 根据克里夫兰联储的实施通胀模型显示 在下个月CPI报告时 去年9月的0.4%将被剔除 而新添加进来的9月 预计只有0.15%的环比增长 而这也就预示着 9月份的总体通胀率将为2.3% 但更加重要的是 年化通胀率下一个月仅为1.8% 换句话来说 如果0.15%的环比增长率维持一年 那明年总体通胀率将达到1.8% 此外从历史上来看 CPI通常比美联储官方通胀指标 核心PCE高出0.5% 核心PCE它的不同点是 它将替代效应考虑在内 比如说如果牛肉价格大幅上涨 但鸡肉价格保持稳定 那消费者往往会减少牛肉的消费 购买更多的鸡肉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将替代性考虑在内的PCE指数 低于CPI的原因 因为CPI数据不会将此考虑在内 它依然会假设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购买牛肉和鸡肉的比例是不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年化的PCE通胀率甚至要更低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核心PCE其实是高于CPI的 但这是因为数据中计算的业主等效租金 这是官方政府衡量租金的方式 但我们通过实时的数据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有长达12个月的严重滞后 现在市场中的租金价格已经远远低于数据中的价格 总而言之以上说这么多 核心就是在上周的通胀数据发布以后 市场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消化评估该数据 然后投资者逐渐发现 如果目前的通胀趋势在未来12个月内保持不变 那通胀率将达到1.8% 核心PCE甚至会达到1.3% 这比美联储的目标还要低0.7% 所以美联储完全有足够的空间 去以降息50个基点开始 不必担心此举会导致通胀反弹 因此这也就说明 降50个基点是通胀的快速缓解给了美联储空间 而并非经济已经到了需要美联储紧急救援的地步 但是我个人认为 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实际来说 降25还是50 对经济的实际影响短期内没有太大的区别 主要的区别在于给市场释放出的信号 50个基点必定会引起一定程度对经济衰退的恐慌 相反25个基点更加温和的降息周期 不仅不会制造恐慌 同时也能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甚至是先降25个基点 然后对未来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进行预告 都会是更明智的选择 当然我怎么看并不重要 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也看到过多次 鲍威尔选择跟市长对着干的情况 所以他肯定不会因为担心股市就改变决定 所以如果最终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 并且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以最坏的方式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那股市很有可能引起巨大的波动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如果出现了这样最坏的结果 我们千万不要因此做出恐慌性的抛售 换句话来说 试图去预测明天美联储决策后美股的波动 不如我们看一下当下的美股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才是决定股市中长期走势的主要因素 用它来做出投资决定 因为关键的是 无论明后天怎么波动 大部分投资者也不会因为短线的波动 去改变整体的投资布局 而从现在各路数据来看 都指向可控范围内的经济放缓 而不是全方位的经济危机 所以如果美联储的决定引起了经济危机的恐慌 那我认为所产生的震荡最多会引起几天或者几周的回调 直到美股站稳下一个支撑位 然后短线又会开始反弹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最近跟朋友们说过很多次的 因为今年市场需要不断的评估经济放缓的幅度 股市也会有不断的大幅度震荡 也就是像我们在8月初和9月初看到的那样 所以本周美联储的决策 也只是市场评估的众多经济数据点之一 但不是唯一一个 更不是最后一个 从历史规律来看 垃圾债券利差 也就是垃圾债券的收益率 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 它是衡量企业财务压力的绝佳指标 在经济衰退期间 那些拥有低评级垃圾债券评级的公司 往往会违约更多 所以投资者要求非常高的风险溢价 才会购买这些债券 例如在2000年经济衰退期间 垃圾债券的收益率为14% 08年进入危机 它达到了23% 甚至疫情期间也高达9% 而现在这个数值仅为3%左右 所以表明现在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并不多 而且如果我们参考众多的经济衰退指标 如果想要预测衰退来临 那总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危险信号 但如果我们客观从整体的角度来看 所有这些指标的平均值其实概率是非常低的 远没有到危机的境地 当然肯定有朋友会说 这些数据都只是依靠历史规律 并不能够精准地预测未来 那我们就看一看未来 消费者支出是美国经济的基石 只要消费继续 那经济就不会太差 而现在看来 虽然信用卡债务不断创下新高 并且储蓄率也不断地下降 但消费者支出还在继续 今天最先发布的8月零售数据 更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背后有众多的原因 但财富效应是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股市的强劲表现 以及现在依然高于疫情前的房地产价格 这都促进了很多消费者的支出 虽然现在很多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情况并不乐观 但从整体的角度来看 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 远远覆盖掉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减少 而且另外一个关乎未来的数据 更能够证明这一点 由密西根大学统计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 自2022年7月以来 消费者的信心一直都在不断地反弹 而当时正是通胀的顶点 也就是说随着通胀不断地回落 消费者的信心也一直在不断地增长 而更高的信心就会促使更多的消费 那更多的消费自然就会使经济衰退的风险大幅降低 如果看得再远一点 市场对未来一年的状况要更加乐观 图中显示的紫色线清晰地展示了这一趋势 也就是说 不仅消费者现在会维持强劲的支出 他们对未来的支出也依然充满了希望 即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经济的放缓 而且不仅是市场对经济的预期依然乐观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零售数据发布以后 亚特兰大联储的GDP Now预测 也体现出了美联储乐观的预期 现在他们第三季度的实际GDP增长预期 大幅升至3% 这相比过去10年2%的平均GDP增长来说 已经是非常高了 当然如此乐观的预期最终能否实现 我打一个问号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很多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都是现在美国经济离衰退越来越远了 离软着陆越来越近了 总之说这么多 核心就是明后天美股有可能出现大幅度的震荡 如果是大涨那是最好的情况 但如果出现了恐慌性抛售 我们也不必担心 因为大概率和8月初和9月初一样 只是短暂的基础性回调 找到支撑点以后 还能够反弹回来 因为现在美股整体的基本面 还是非常良好的 目前大部分经济数据都指向 经济正在走向软着陆 这也是美联储最希望发生的事情 当然经济危机有没有可能 当然是有的 只不过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而我们作为投资者要做的 就是长期朝着大概率的事件操作 这样长期就能够赚到钱 如果我们总是拿大量的资金 去压住小概率事件 一次两次可能会带来很好的回报 但长期这样做 必定是很难赚到钱的 所以炒股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简单的概率选择 当然用一小部分的资金 买些期货去压住一些小概率事件 是完全可以的 但我们整体的投资策略 还是要看长期的方向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 并且麻烦您在评论区 留下一个手动的赞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